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最后你要睡觉之前 你就冲得到字 我在这边工作三四年了 如果没有字的话 我的生命变成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位于大树区的永丰渝酒塘场 是台湾第一座民营造纸场 从民国39年成立至今 对大树的区域经济 有着相当的贡献 而酒塘场的生产 取之于大树水土 数十年来与临近的旧铁桥湿地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个湿地的水 它刚好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工业废水 一个是家庭废水 那工业废水最主要就是 我们当地有一家叫做 永工于造纸公司 他们一年 一天一个月大概拍开 将近两万多吨的工业废水 但是因为公司有经过 那个二级排放有整理过 比较干净 旧铁桥湿地的循环机制 相当特别 最初几名在地人士 组成旧铁桥协会 决心开始整顿 原本杂草荆棘 垃圾满布的湿地 希望还给这块土地 干净美丽的样貌 也带动了周围的响应 永丰与酒塘厂 便在这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造纸的话 现在一定要用水 那当然用水的话 我们会把水的资源 尽量的recycle 一直的回收使用 到我们平均一滴的水 我们可以用到 八到十次的水 一直循环使用 到最后呢 这个水在造纸业 我们叫它白水 可以到这个所谓的 放油水处理厂 这边来所谓的处理 那处理两种方式 第一个叫一级处理 利用过滤的方式 还有自然沉降的方式 把无机物拿掉 那拿掉之后 这个水再浸到二级处理 那二级处理呢 就是有机方面的处理 把有机物拿掉 那我们会养很多菌 我们这个有一个叫表面瀑气 那这是生成瀑气 就是因为我们有养菌 那一定要有足够的氧气 让这个菌呢 能活得下去 如果没有这个氧菌 那菌就冰淹淹的死掉的话 那就没办法去吃掉 这些有机物了 把白水里面 有的有机物把它吃掉 那吃掉这个菌呢 就会长大 长大之后 它会变成后生象的原生虫 变成一个食物链的方式 小吃大小吃大 到最后菌的话 会死掉 那沉降下来 那水呢 有机物就被拿掉 就非常的干净 那酒塘厂特殊的地方 我们处理完之后 我们再去滋养湿地 那湿地的话 我们供应了 旧铁条湿地 90%的水源来源 除了湿地 它大量的 让我们的生态 再recover一次之外 它还把我们 竹疗吸的来的水 大量稀释 那做成一个平衡的状况 所以我们是一个水 完全的百分之百的recycle 这边呢 是我们处理完的 放流水的放流口 那放流口 各位可以看到 处理完的水 是非常清澈的 那处理完之后 我们会利用 我们的输重系统 把水放平过去 大概三公里外的 旧铁条湿地公园那边去 我们应该湿地 我们已经供应十几年了 早期的话 因为没有湿地 就直接放流到 高平溪去 那以前高雄县 是还没合并的时候 高雄县政府 把我们的水 引流到湿地 规划成湿地公园 那才开始了 酒塘的水 去滋润 旧铁条的湿地公园 那这十年来 其实我们压力也很大 因为那已经变成一个 观光景点 那当然我们会用 我们最高规的 做法 我们最高规的品质 把我们的水处理好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荣誉 因为我是在地人 小时候看到没有湿地之前的那一块空间 其实是非常恐怖的杂浪武装的 那规划成湿地之后 你会看到有野鸟 也会看到蝴蝶蜓 会看到我们的亲朋好友 都会去那边做休息 骑脚踏车跑步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无形的 一个成就感 那当然这方面 这是我们工厂要做的 也是我们要去做的 因为水在地球是非常的珍贵的 每一滴水都要上进支援 最后去做到一个湿地的 一个泉水循环 真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讲到这个旧铁匠这块湿地 以前是一个住在我们附近的邻居 爸爸妈妈们 是绝对禁止孩子们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 第一个荒腐一个没人来 因为它是个倒垃圾的天坛 那时候应该在民国九十年吧 看到高屏漆的东岸那边屏东 他们已经有整理过 那我们心里想 我们那时候想说 那边有个河滨公园也不错 我们大树高雄没有 就是因为那种 在那种大家共同的想法下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旧铁匠协会 我们本来先跟政府建议 建议都没有效 只是公文区就回来没有 我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 反正去就是好像 政府好像不太愿意做的感觉 但是我们就说 不管了我们先从桥头堡 就我刚刚想到桥头堡 我们自己用当地的有限的能力 我们来做 能做多少算多少 其实我们那时候 我没想到说 我们是一个感动的政府 政府部门才找我们一起来 共同图入规划 这个湿地公园 那我们这湿地边就分两个系统 那我们就眼前所看到这个系统 这叫做B1系统 B系统 那那边 等一下那边去那边叫做A系统 那这个系统就是总共有 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 A系统有7个池 B系统有6个池 总共13个池 从里水流进这个湿地来 它慢慢我们估算它 流到 但流到高频需要 变成干净的水的时候 它就要继续 再再停在这个湿地有7天的时间 在地人对家乡的情怀 透过整顿湿地 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同的人 身处不同的行业 但他们共同的心意 就是能够将幼石技艺中 恐怖的旧铁桥湿地 打造成美丽家园的一部分 这些年来计划进行的还算顺利 仰赖于旧铁桥协会 和酒塘厂的努力 其实现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话 每日出勤的话会有两个人 然后当然中间还会参一些 我们北川巡守队 他们会去去许这样子 怕被人家乱倒背气物啊 或者是栽种一些东西啊 最近期我们刚来这边的时候 是在天空步道下面啊 是蛮杂乱的 后来我们整理的时候 都三四年的时候 才会像现在这样子 当然水利局他们 在去年的时候 有把一些树都移掉了 所以现在的状况 就是恢复到我们八八水在之前 这样人家那个摄影啊 他们在摄影的时候 穿透性会比较好 现在的环境啊 也是要靠我们民众啊 大家一起去共同去文物 因为说真的 现在的教育啊 不知道是怎么样 让一些民众啊 他们就是 随手就一丢就乱丢热射 然后造成我们现在的环境啊 也都是 大家像我们制空他们在检也检不完 或者是他们去 喂食一些流浪狗啊 他们就把他们不要的东西都随便都换到啊 虽然是有爱心没有错啦 但是这样子会造成我们环境的一些脏乱 然后有时候会 只生一些老鼠啊 或一些像现在 像一些 登革乐那些 因为你水手乱丢那些杯子的话 也是会有积水 积水的问题 然后产生一些病内 对于师弟 因为我看过他 不好的样子 在我在任职的期间 八八风灾 他把师弟整个淹掉了 有师弟跟没师弟 对于local附近人 他其实是有不同的情感的 当然这个师弟不是只有说 九堂厂这边在协助 当然也有很多协会啊 一起去care这个师弟 可是他是一个 实践一个社会公民的一个很好产地 我在有风雨上班 几年前我大学的同学会我主办 总共将近七八十个同学 从台湾全省各地 跑来这边 我带他去做什么事情 我就带他去师弟那边捡垃圾 去浸探 连我自己非工作外的东西 我会引以为傲 这块地跟我同学 我会去介绍他 那我们怎么去任养这一块师弟 那跟工厂是什么关系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我是满足的 毕竟真的没有这块地的话 这里是不一样的 真的不一样 很多观光客去过师弟 可以发现没有垃圾桶 这就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去那边的公民自己看到那环境 自己就不敢乱丢垃圾 这就很重要 自动自发 这个很重要 其实纸从小到大 你都碰得到 你早上起床 到最后你要睡觉之前 你都碰得到纸 那纸从以前的 知识的传承当做载亭 到现在纸的话 因为我们的电子化 纸已经发达到不同的地方了 可是因为纸它毕竟最重要的东西 是取之于森林 然后如果回去的时候 还是在大气 这个原物料是来自于地表面 它不像如果我们今天是塑胶 是挖至下面的东西 你挖上来之后 你塞不回去了 所以纸的话 是一个循环的一个东西 大范围来看 纸它是一个循环的东西 永峰于从创办人何传先生 到现在二代总盟面 和受创我们都叫大家 他现在是我们永峰学院的院长 何传先生 他其实现在 他在推行一个叫唐基计 其实 这个是取之于自然 然后整个制程 它致力于全部都是全循环 这样子才会对地球有保护 所以或许现在在造质是示威 可是在将来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循环的东西 它是不会破坏地球的 一般来讲是说 砍树这是毁灭森林 可是现在你把它有计划的砍下来 有计划的植上去 永远的绿地面积没有变 永远的东西在地球表面循环 这样是好的 其实永峰鱼一直朝向这一方去走 第二个 永峰鱼对于 你看 只走到这个地段之后 永峰鱼何老板 他自己还去 去很早以前 在马森林公园去看到电子纸的结束 用电子纸我们自己也在做 其实他也一直在传统产业去传心 我觉得这也是不简单的 那当然一个企业能活到 永峰鱼将近快一百年了 一定有他的使命感 有他的责任感 我相信永峰鱼在一个企业里面来讲 他或许不是台湾很大最大的集团 可是他一定是对台湾的 不管是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生活相关一定是有帮助的 除了成功翻身的旧铁桥湿地 大树还有一项特色就是盛产甜美多汁的凤梨 大树在清朝时甚至被称为王来山 凤梨罐头产业在日制时期更是庞大的经济体 百年来盛产凤梨也让关心永续环保的大树人 多了一些新的想法 从香蕉或凤梨取签 因为像凤梨的纤维或香蕉跟罩子纤维是不太一样 它的长度特别长 所以它有特别的需求 然后凤梨纤维跟香蕉纤维 它没有大量被应用 它没有大量公益化 因为它的纤维是跟罩子不太一样的 那现在在谈香蕉工凤梨取签 我们是在评估 是把它取签下来 可是比如说像凤梨取签一趴 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是什么 农费要怎么处理 我们还要考虑农费是不是它的 比如说它的凤梨汁发酵之后 燕氧处理发电 那只剩只能 那其他的话 送进去我们的SRF锅炉 当作是一个燃料取代煤炭 这个其实公司的一个study 现在还在评估当中 这个是凤梨的叶子 那我们都知道 台湾曾经是凤梨的王国 那现在台湾全台栽种凤梨的面积 大概有一万两千公顷 一公顷的凤梨大概可以种到三万五千株 那一株凤梨的叶子大概可以取一公斤 我讲的是已经采完那个水果 已经采完了它的苗 剩下来的大概还有一公斤 所以它应该讲是一种量很大的量 那如果我们有整体的收集 它应该也是一个微型的产业 那你看哦 这个我们把它这个凤梨的叶子 我们把它打碎之后呢 这个它的一个 凤梨的一个月肉去除掉 它就会变成是纤维 我们把月肉去除掉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纤维丝 好纤维丝呢 那我们经过那个解迁 取完之后呢 就变成那个细细的这个纤维 因为凤梨它的本身的这个质地呢 就比较 色泽就比较白色一点 比较光淡一点 所以它是很好的造纸的这个材料 那张大千 他的画纸 他是国画大师张大千 他的画纸 他最喜欢用的就是菠萝纸 菠萝纸就是凤梨纤维纸 好 那我们呢 从纤维当中呢 我们利用我们这个超纸的方式 把它 好 我们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的纤维复杂在我们这个网子上面 那我们如何把水去除掉 它有三个方法 一个就是自然的这个晾干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用这个棉丝布把它吸湿 那最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 我们用这个烤的 用烘烤的东西把它封烤 好 用电炉把它烤 好 然后 会依照它不同的这个需求 比如说我们要超薄一点 超厚一点 像这个就是 这个是比较 不经过 这个都是不经过这个漂白的 不经过漂白就这么漂亮的 那 对 这个就是 你看 就是他做这个 这个比较 又比这个薄一点 这个更薄一点 那 纸张呢 他分 他纸张的 纸张的这个判定 他纸张的就是 不是厚薄度而已 那纸张的就是说 第一个 他的强度跟张力 所谓强度就是说 一样的厚薄度 我们用探针下去 他什么时候会刺破 就是 就是他的强度 再来就是他的张力 一样东西 我们用把它向外拉 什么时候他裂掉 就是他的张度 张力 就是纸张 那通常 凤梨呢 他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纸张来源 他就是 这个纸张纤维的来源 有一公斤 你想想看 一万两千公顷 一公顷有三万五千株 如果我们用了凤梨的 那个 一季的季节 就可以有 这个 大概是 四十二万吨的纸张 那 这么多的纸张 就少砍了很多树 我们把纤维 做成厚厚的纸板 这个纸板 再把它 变成纸浆 看哦 他这样泡下去 就会溶解 变成 对 好 当我们把水全部去掉 又还原 就变成纸板 那它就可以用这样子来 它可以超薄一点 大树是凤梨的原香 那整个台湾呢 凤梨的一个产业过程当中 当然就少不了大树嘛 因为 1925年 日据时代 大概就是 大正跟 这个 昭和的一个交接年代呢 日本开始重视 很重视这个凤梨的产业 因为 因为 凤梨它成为 斩略物资 日本在 二次大战当中 他们一直向外扩张 像南洋群岛一直在扩张当中 凤梨罐头 它对于 那个军事的用途 哎 可以做 战备粮 翁来 本身 罐头打开 凤梨吃后会爆 还有汤可以喝 还有营养 营养分 还有 凤梨有很多的满满酵素 所以吃 吃下去都精神饱满 它就是一种 就兴奋的一个 产品嘛 所以 它可以萃取 牛黄酸 那就是 那个 消除疲劳的产品 台湾呢 我们 鼎盛的时候 有八十几家的凤梨工厂 小小的大数 就有七十 就有十几家 的一个凤梨工厂的产生 那个时候 台湾的凤梨呢 成为 农业的 第四大产业 第一 醬米 第二 吃糖 第三 香蕉 就是翁来 之所以想要造纸 是因为 我们 政府一直在想 循环经济 一直在讲说 我们的 这个 产业的全力用 所以 最好推广 心乱经济的大概就是 凤梨 那这个产业就符合 那比如说 凤梨的 整株凤梨 凤梨的 那个 灌芽 就凤梨的灌芽 这个灌芽 它可以当盆栽 凤梨的果皮 果芯 它可以做 这个 清洁酵素 或者酵素 凤梨的果肉 当然可以做很多的加工皮 或是鲜食 那 凤梨的 这个 叶子 它就可以做 萃取它的纤维 做纸张 做 这种 纤维加工 那 如果我们凤梨酥的 包装 只是由 我们自己的凤梨的 这个 叶子 纤维制作的 包装 我们的DM也是由 凤梨的叶子做着 甚至我们的 手提袋 我们的这个 手提都可以是怎么样 都可以是由 凤梨的 纤维制作的 强调的是一个 友善 土地 友善环境 然后循环的在利用 凤梨的果梗 那个整个梗 就可以做 生物碳 所以 凤梨是整株 都可以全力用 再来就是 我们在推广 这个凤梨产业当中 就发现 我们的 剩余的这种的 农业之材当中 这些都是把它 几乎所有的叶子 什么都是搅拌 重庆会 或者是丢弃 那我们觉得说 如果我们再把它 变成一个微型产业 应该是 这个 有它的经济价值 同时 我们把 农业的剩余之材 变成 我们的 这个可用的 这个 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一个 纤维材料来源 所以我们就 农牧社区这边就开始 跟市政府这边有推广 就说 我们如何的让用凤梨的纤维 来做一些架工 甚至变成一种艺术品 那你制作的话 当然成本会比较高 而且这个 质量当然会比较差异 但是 你就是要去做 你就是要去改良改善 你就是要把这种 农业废弃物变成有用的东西 那 这个 这样的一个正循环 我想 不仅仅是凤梨 如果其他的产业也能够 都是我们 就是从这个 永细经营 就是从 友善土地 从循环经济来去 我想 整个台湾 这个污染的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你会重视它 你就会去改良它 那你用 你少 你用了很多的 凤梨的清洁酵素 你就少用了多少的化学 几滴剂 对环境的影响 就 那个负面的影响就降低 我想这些都是 友善土地的一个作为 一方水土 养出大树的独有风情 善念 对故乡的爱 和永续理念 衬托出这里的美好情怀 水与土 万物皆不可或缺 也在大树奠基出 生生不息的循环创生 一群在地人与企业 对故乡的珍惜 让大树产业多了一些纯粹 推动着地方继续生耕再发芽 出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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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芽